哦 那么这场比赛两人的出现呢 又让我们的这个回忆和这个画面 回到了今年五月份 路特丹世锦赛的决赛现场 丁宁的这个技术打法和特点呢 他和李小霞相比的话 他的旋转更强一些 但是他也更柔和 李小霞的技术风格呢 他在进台 就是他进台的实力 他的力量 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那么退到远台之后 丁宁这个正反手弧圈的能力 包括多板数的一些高难度的旧球 这是丁宁的一个技术特点 1-3 2-3 2-3 丁凌这个队员呢是来自于北京队 应该说丁凌在平时的训练当中 我觉得他非常一个可嘉的 就是他的这种作风和敬意是比较好的 他作风一直很弯强 就是打球啊有朝气 以前我就一直在这么说 那他始终是这样子 他也喜欢他也喜欢打球 所以由于他这种精神 所以使得他的进步好的 而且这个运动员呢 就是他的性格呢 他今年是属于比较开男性的 对对任何事情他能够扔得掉 积极乐观积极乐观 他扔得掉 你比如说他出现了一个失误以后 他觉得他很快能够扔掉的 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了 那么从小霞来讲呢 小霞应该说从上一个周期 一直也是在主力城里面 基本当时排在第4号 好球 好球 基本排在第4号 那么也经营了不少 那么小霞呢 他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 那么小霞的性格呢 就是说 他两面性比较多 有时候他也很开朗 那有的时候呢 他又过于自己很多东西呢 他也没有去说去 就是喜欢自己想去 自己去琢磨 自己琢磨去 所以他们两个性格还是 在性格上是不同的 我们也前面介绍了 就是在今年世平赛 李小霞获得亚军之后呢 今年呢 在所有的公开赛当中 没有获得过单打的冠军 丁宁呢 是今年在世平赛之后呢 获得了三个公开赛的冠军 分别是英国 阿联酋 奥地利战 丁宁的冠军 加上市市市锦赛 一共丁宁今年获得了四个冠军 这个丁宁呢 就是说 我认为 但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哈 对 就如果没打之前呢 我觉得 他们两个之间呢 如果我来看的话 心态 来决定的 就心态决定 胜负 我个人认为 那么就是说 你比如说 从丁宁来讲 他拿了这个单打的冠军 路德丹 是吧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他保还是不保 是吧 这是一个 如果他要想保 那可能他就困难了 他如果放得开 反正你能过掉了 对吧 我得去没拿过的努力去 那么他心态会很好 你从小霞来讲 就是他路德他输了 那这次很想在 卸杯一次大赛当中呢 就说 我想他证明的 想拿回来 如果他要这么去想去 可能有个悲惨的包裹 对 第三版 我们刚才就介绍 丁宁的这个技术优点啊 他在中台远台的旋转特别强 他能制造出很强的旋转 在旋转上 他应该说要强于李小霞 但李小霞的实力 李小霞的力量和速度 包括离台比较近的 这样的一个风格 和丁宁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半决赛的情况 我们看到就是整体 确实是丁宁的状态 比李小霞要好 李小霞虽然是赢了这个提亚纳 但是这里面 我们能看到他整个人 这个人还不是很硬 不是很强悍在场上 其实小霞的这种打法 他的这种能力和他的杀伤力啊 如果说他能够 都能够在比较当中能够示范 能够稳定下来的话 从目前的这种 目前这种情况来看 技术它是 它会 对更好的 很难打的可以说 因为他是世界排名第一 应该说技术也应该到了炉火纯青的一个境界 那就怕人的在状态 据说黄领队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小霞在去之前好像又有点发烧感冒 就是很多运动员他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属于生理性的一道大赛 可能由于心理压力啊 或者过于紧张啊 调节不好 他体温 温度就会上去 他有几方面的因素都有 你刚才说的这个只是一方面因素 那你包括你 还有就说 他往往在比赛前 他的运动量都比较大 就是我们红币训练 他运动量比较大 那么运动量大了以后呢 运动员的体质 他必然会有所下降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再加上的压力各方面呢 是容易产生这种问题的 所以对运动员来讲 一个指引动员 你要达到世界的一流水平 顶尖水平 那么三病也好 各种情况也好 都不能是理由的 因为这个你到了大赛的时候 你养兵前日用兵饮食 那你怎么办 对 客服所有困难 你所有客服 而且你还得日常 还得保护自己 那你出现伤了 你就赶快自己治 你天气凉凉的 保护自己身体 现在九平 反手发力 正是侧身拉斜线 漂亮 丁宁虽然力量不是很大 但是他的旋转很强 刚才是反手 一个发力的拉下旋 斜线 然后正手顺势侧身 撇了李小霞的一个大脚 现在十比九 丁宁在最后一板球 连续用反手 盯住李小霞的正手 最后李小霞在连续正手的时候下网了 十一比九 这样丁宁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转